那個請教我們那個公服法 現在是排什麼時候要進行協商 公服法我們大概禮拜四下午好不好 所以在禮拜四下午以前都不會去協商公服法就對了 我們希望因為明天後天兩天 我們要行使這個對大法官的全院委員會 那這兩天就質詢嘛 啊兩天質詢因為會有代表質詢 所以這兩天我們就不協商 禮拜四早上我們就行使同意全 禮拜四下午我們就來協商公服法 OK好 好 來 公服服法我記得 法官法下午應該就可以告一段落了 公服法上次在協商的時候 黃國昌委員表示說這個法案他不負責 是信仰明負責嘛 那信仰明來談到只剩兩條嘛 很清楚 現在剩兩條 很像兩條而已嘛 一個公益訴訟嘛 一個要不要定期限的輔導期要不要定期限 對啦剩兩條剩兩條 那那個 那個是各黨要只回去想嘛 不行的話就 就在宴會處理嘛 當然我們會針對這部分提出我們的版本嘛 沒有所謂在協商的問題 那這樣子好不好 因為公服服法剩兩條啦 一條就是 針對工廠 能不能由公民發動訴訟啦 這是一條 那另外一條就是 有沒有 期限是落日條款啦 就20年還是25年還是30年 不管啦 是落日條款啦 剩下這兩條啦 齁 分兩個部分啦 我剛剛問那個問題 最主要的理由是說 因為黨團交代我要問 沒關係 那大家才會清楚說 我們接下來的程序 對 到底要怎麼走嘛 那總不能說 程序接下來到底要怎麼走 有的黨團知道 有的黨團不知道 這樣子可能在工作分配上面 對啦 會有很大的困擾 好 那第二個理由是說 因為上禮拜 除了那個 經濟部工業局有一個官員 對 去涉及到協會 的那一件事情 那當然NGO團體這樣講 我自己對那件事情的那個個案 我是很關心 那我也不會因為NGO這樣子講 就絕對相信他們講的 我還是要把事情搞清楚 上禮拜 我就請經濟部的官員 說 那是不是 可以來說明 這個是很基本的事情 就沒想到請他來說明 那一天他說 他去經濟部開會不能來說明 那我說好啊 那沒關係 第二天來說明 結果我到黨團約好的時間 第二天來的時候 他根本沒來 經濟部的官員說 他請假 他請假 他不來 那我說好 那他可能需要一些時間 休息 回復一下心情 那也可以 所以又再約了 都約好了 今天早上請他來 結果今天早上 我一大早到黨團 按照他們的時間去的時候 他又沒來 他說他再請假 那我說你到底要請假到什麼時候 好不好 要請假到禮拜四 要請假到禮拜四 等你們把這些事情處理完了以後 他才要再來上班 我們禮拜四 我是覺得這事情 搞成這樣 真的是 我再說一次啦 法案怎麼樣 怎麼樣表決 怎麼做 我就是幫黨團問 具體的時間 那回報給黨團 那黨團他們可以去進行一些分工 那但是 就這件事情 因為某個程度上面 跟我們現在在處理的修法也有關係 那人家做了這樣的 而且拿出 錄音帶出來 這麼具體 的證據 總是要給當事人有說明的 機會嘛 因為這個事情很嚴重啊 不能等閒四肢啊 那請他來 結果拖多拖多拖 拖半天要請假到禮拜四 我老實講啦 真的 行政器官在面對這種事情的時候 特別是國會要監督的時候 不管是站在哪一個黨派啦 我覺得院長應該也可以同意啦 不應該用這種態度在面對 好 這樣子啦 現在我們 來 曾偉再換你 公法那一天的協商結論就是 還有兩條嘛 對啦 那要進行協商 我是建議還是協商 協商完 那各黨團有意見要盡力表決 要盡力表決 好 那 哪個民進黨黨 公法實在有兩條嘛 一個 要不要設期限嘛 那這不是不可以討論 對 因為我們有程序性要處理 對 因為我們黨的會議是 是行政版本 當然我們現在要 我們在思考這個事情 嗯 那第二個就是說 有關於這個 有關於公益訴訟的問題嘛 對 大概這兩個問題啦 這邊說委員 或是王國商委員 講說要不要再協商事 到最後大家可以 假如說 一致的話 當然就獨立表決嘛 對不對 那不一致才要表決 那很快一下就 所以 一直對個教授清楚了 這是第一點嘛 第二點說 有關於就是說 中辦有一個官員講什麼話 我在這裡還是在講一下 我們今天內委員在審查任何法案 外面的人 乃至於行政部門的官員 成績不敢高低以後啦 講過任何的話 後來講話自己要負責 有什麼問題就送處理 讓程序去處理 但是呢 我們今天在審查過分法 並不是為了一個個案 一個人講的話 我們就要怎麼樣來翻轉我們這個思維 那是完全不一樣的事情 那至於實際上要求的部分 你院長可以去追一下 我們認為這個也不應該嘛 但是呢 不會說 我不希望說 因為這個 有沒有來打負 實際上力量怎麼樣 叫來有來不來 並不會影響我們 對於禮拜四對公法的 的看法以及處理程序 這樣才對 好 這樣子啦 我們 法官法 希望下午能夠 告一段落啦 那法官法結束之後 還有一個公務員懲戒委員會 組織法部分條文的修正 這兩個是連動啦 我們就是一起 看下午能不能把 這兩個法案 做一個處理 那 禮拜四 下午 我們 初步來 針對公府法 來做一個意見的交換 那很簡單 這兩條就是 只有兩個嘛 有沒有 漏日嘛 第二公務員訴訟嘛 這很簡單啦 所以 禮拜四下午 我們 除了公府法之外 又 將 下週我們要省的法案 我們會陸續來協商啦 那協商 禮拜五 我們就進入 這個法官法的審議啦 還有公府法的審議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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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就是誰商過的啦 誰商過的我們禮拜五來審議啦 第二次 第二次 第二次院會所派的法案 對啦 我們就是禮拜五來處理的 我簡單講一下 就是說 好不好 我對於 法官法齁 我認為 現在只剩下十幾條嘛 對 有的可能是 幾條我叫 黃國昌近一天 沒有結論啦 大家都清楚嘛 當然 我會控制在 緊張簡短的法案上面 我希望 法官法今天 因為 兩點半才開始嘛 對啦 今天就 弄到晚上十二點 也是把它先 要弄完啦 不會啦 剩十幾條而已 不會啦 因為明天齁 前院委員會審查嘛 我們還要等 有人去發言怎麼樣 那個時間很難控制 所以因為 三次是前院委員會嘛 就這樣子啦 我剛才宣布的時間 確認嘛 這個時間確認 禮拜四下午 就是針對 為 這個 第二次會為 協商完的 我們做一個處理 禮拜五就開始處理嘛 這個嘛 這是第一點啦 對啦 第一點啦 第二 我們 我們 也請 相關的 也跟經濟部 轉達一下啦 呃 這什麼科長啦 這個跟你們沒有關係啦 他們 如果 時代力量 要要求 沒關係啦 他們就配合啦 但是不要把 那一個 跟法案的審議 來 來牽扯在一起 但是經濟部 還是要面對 勇敢的面對 這個問題啦 講錯話 該去說明 去道歉 要依法 要調查 那 那都是經濟部 要做的事情啦 好 我們下午兩點半 繼續開會 在 學商法官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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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